所以接下來要頒發的就是2013新手指年度中生合作夥伴獎 一起來看 段忠儀先生 大家好 在實際上 當地的專頁 在實際上數位廣告的內容 並以時光業開派數位廣告獎 來關注行業的發展 廣告雜誌永久作為諮詢單位 他曾筆測 未來數位廣告業者 會一直從大陸的公司分析報告獎出來 其中的小公司可能對報告獎的 與傳統公司轉機很快 24年來 除了成為實報獎最佳合作夥伴 在問題議題上給出許多報告意見 同時 段忠儀先生持續關注數位廣告的報告獎 先過創辦的MDFD等 並只擔當年包吻廣告獎的舉辦 因此 大會推理包贈金首選中宣合作夥伴 向鄧崇寅先生 及廣告雜誌世界 好 歡迎哨眼 恭喜本節目中心合作 我們歡迎 董崇寅先生請上台組長 好 我們也感謝 各董事長的一名 獲獻的陸書記 總經常上台 同時一期的表演 恭喜發展人 過後你們陸書記長 出席的上台 代表金首記長的項目 新生 由廣告獎出席 恭喜特朗 恭喜 正是這個獎 還有一個要來獻花 好 真的很讓人感受 第一次是 中心合作夥伴 代表鄧總的從 實況展開始 大家的關注 再次再感謝 謝謝那位子鄧總 可以跟大家說幾句話 很高興能夠一直 半節的這個獎 一直走來 而且坦白地講 我知道 辦獎很難 很辛苦 尤其是把一個獎辦好 有價值有亮度 對產業能夠有影響力 更難 所以我很佩服初代 初代常常那麼舒服 講很多 辛苦的這些事情 那我當然都完全沒理解 所以我也願意一直 繼續來當金手指的夥伴 如果 還繼續能夠在這個 產業為大家 助力貢獻的話 謝謝 謝謝時代 謝謝時報 謝謝 金手指教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spiritualit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